二零一九台北城市杯拳擊邀請賽 連續兩年在男子五十二公斤級 拿下冠軍的洪傳勳 在四強賽輕鬆的擊敗馬來西亞對手 在決賽將與韓國選手正面對決 狀況還可以 就不是最好 就不會到很累 韓國的體力都很好 就是都很飽這樣子 就是他們超體能超很多 體力要控制好 能打環傷回的體力 因為他們體力真的比較多一點 除了對決賽的對手狀況 有所掌握 洪傳勳在此次比賽前 還出國進行了二十多天的集訓 身體素質有所提升 也會是他迎戰對手的重要武器 就是有人一對一啦 就是集訓我這樣 就比較專心 力量可能增強啊 體力變好啊 就是整體的身體素質啊 就是速度力量 洪傳勳除了要力拚在城市杯的三連霸 今年也將首次參加全運會 因此他的另外一個目標 當然就是要在全國的舞台上 大展身手 年底的全運會吧 對 就是一樣希望能打冠軍 我第一次參賽 年底的全運會 因為剛升 剛升大學 滿十八歲之後才能參賽 雖然才剛升大學不久 但洪傳勳在去年的 世界大學拳擊錦標賽中拿下銀牌 有了國際比賽經驗的加持 洪傳勳要帶著滿滿的自信跟天賦 迎接下一個階段的挑戰 接下來就讓我們繼續關注 看看這位年輕的全級好手能夠繳出什麼樣精彩的表現吧 國際新聞 黃日紅 李宥謙 採訪報導 Chi 李宥謙 李宥謙 採訪報導 好